第二天清早 桑志像往常一样 自己坐车去上学 上一班挤满人的公交车 桑志连忙上去 睡着人流亡理解 找了个空位站着 想到了昨天在桑檐的房间 段家许捏了他小脸 说着应该知道 下次见面什么时候吧 他会来吧 骗人就是小狗 不对是老狗 车子晃动得厉害 因为惯性 桑志站得很不稳 一个急杀 他不受控地往前倒 心脏一空下一秒 有人揪住了他的书包 往后扯 桑志转头看一下 恰好对上了傅政初的眼 少年的身高大约一米七 比他高一个头 五官轮廓还没长开 看上去柔和又稚嫩 脸上是刻意堆砌起来的成熟 没事吧 竟然是傅政初 桑志点头没事 傅政初把自己位置腾给他 你站着 他的身高够抓住那个吊环 桑志也没客气 说了句谢谢 沉默过了半晌 傅政初憋出了句 我听音真如说 你被叫家长了是吗 桑志看向他 不大痛快 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 你昨天不是不一起去书店吗 我就问了一下 傅政初似乎有点紧张 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 我也被叫家长了 桑志一顿 你也被叫家长了 什么原因 一时想不到怎么回答 傅政初含糊其词地说 就上课不听讲了 桑志点头 我也差不多 你怎么不听 太简单了 桑志说 不想听 傅政初挠了挠头 不动声色的 我也是 桑志胡一道 但你上次考试 不是排年级倒数吗 有汗顺着傅政初的额角落下 他别开视线 握着调环的力道收紧 面上的情绪却淡淡的 嗯 题目太简单了 我懒得险 似乎觉得这个解释合理 桑志平静地嗷了声 没再说什么 场面安静下来 安静到有些尴尬 傅政初轻壳了声 主动打破尴尬 你上次考多少名来着 桑志 第一 傅政初咬咬牙 很快又松开 无所谓般地咧嘴笑 行 我下次也考个第一玩玩 桑志上下扫试着他 你下次要拿第一 傅政初点头 底气少了一半 怎么了吗 没 就是提醒你一下 桑志并不把这话放在心上 理所当然道 有我在 不可能 桑志还在想着 那个叫段嘉许的 今天真的会来学校吗 昨天也没有他联系方式话 也没说明白 桑志一整天都没听课 时不时顺着窗户 往校门口的方向看 墙上的时钟不断转动着 4点20分 准时响起下课零 最后一节课结束 想着桑志 估计是跟他哥哥一起回家 殷真如也没等他 跟他到了别之后 便离开了教室 桑志闲着没事 便从抽屉里翻出本子 继续画画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宽敞的教室里 此时也只剩下他一个人 等他拿出手机 看时间的时候 发现此刻已经五点半了 桑志等不下去了 猛地站起来 椅子往后滑动 呲拉一声 刺得人耳朵生疼 他停在原地 眼圈渐渐泛红 他强行绷着脸 将委屈的心情压下去 算了 桑志随手塞了几本书信书包里 背上就往外走 背上就往外走 忽然就撞上了一堵人墙 桑志往后退了几步 闷闷地道了声签 被他撞到的人出了声 同学 这里是初一一般吗 男人的声调微扬 尾音很自然地脱长 说话时总带着点无法言说的慵懒 像是贴近耳 侧 带着气息 在人心上挠痒 有点熟悉 桑志抬了头 段嘉许站在那看着他 此刻桑志鼻子一酸 都快哭出来了 段嘉许蹲下来瞅他 又哭鼻子了